用户3721 3721又来了 我想聊两句 刚才温哥华那兄弟的事 人家就跟你有啥关系 我就输出一下呗 你输出人家干啥 乐一呆你管人家呢 不是 装着你太善良了 我怎么善良了 你跟他磨了一半天 你实际上还是想让他 把这个 这个思维走向就是说 带路到正轨里面去 其实他是 他内心里面是想回去的 但是呢 他说的不算因为他没有钱 他得靠他爸妈养过他 他爸妈肯定想要 让他留在国内 他想走就走不了 然后就到这来磨叽来 小孩那种矫情 就希望你能给他一个答案 好像能够平复一下 他这个 这个纠结这里面的 然后呢 他又学音乐的 一学音乐的搞艺术的 他就得在北京的地方待着 是吧 文化 那个中心嘛 他要他去哪 去渭海 去青岛的 他那玩 他那东西跟他专业 又连不上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东西 他就是自己还没有养自己能力 也没有说除去除去那个杠 你说虽然他了解文化华 待了三年了 是吧 然后他还没办法 还得回来听他爸妈的 还得该肯老 还得肯老 然后还能跟那儿 哎呀我天 你说他 然后还特得瑟了吧 又海钓又怎么着呢 你说还得 你想说自由可以啊 你除去啊 还有 还有没了本事 到你这来墨迹来 反正你还 你还特善良 你还非得跟着他 陪着他墨迹 跟他 各个角度的 各个维度的 去想办法的 让他去认识到这个 这个这个认知能拉回来 哎 说吧 你跟 最后的那个人就是太多余 浪费了 你的善良了 浪费大家时间呢 你还不如把刚才 他前一个那个 那个挺好 那个多好 那个念稿 你那个那个 是吧 念呗 念完了 然后再慢慢再 大家看当 看丑数呗 对吧 还还能乐呵乐呵 说完了 说完了 用你逼一遍 用你逼一遍 用 用